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创办人马斯科今天说 公司无法无期限的资助乌克兰星链网络服务 并再次送数千部终端机给乌克兰 先前报道指出 该公司要求美国国防部支付这些费用 路渡社报道 在马斯科发表这项谈话之前 他提出了终止俄乌战争的建议 包括由乌克兰让出部分领土 结果触露许多乌克兰人 马斯科在推特发文说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并不是要索讨已经支出的经费 但也无法为现有系统无限期出资 并再次送出数千部数据用量 超出一般家庭网络百倍的终端机 他指出为维持对乌克兰的卫星服务 星链网络每月开支将近2000万美元 他称这是烧钱 最近他表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已经花费8000万美元 来维持星链网络在乌克兰的运作 马斯科2月底在乌克兰启动星链服务 当时因俄军入侵乌克兰的网络争断 从那时起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已将数千部终端机送交乌克兰 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表示 在遭到俄军100多枚巡液飞弹攻击后 星链服务协助恢复了乌克兰的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昨天报道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上月致函美国国防部 表示公司无法继续赞助乌克兰的星链服务 信中要求五角大厦接手 出钱让乌国政府和军方使用星链 信中声称到今年年底前 乌克兰星链系统可能要花1.2亿美元以上 未来一年的费用更逼近4亿美元